欢迎收听UDN Global 转角国际 daily podcast 新闻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听UDN Global 转角国际 daily podcast 新闻 我是编辑七号 我是编辑沐怡 今天是2022年10月5号 星期三 我听说我们很多听友 他是在中午过后或者是他吃午饭的时候 然后来搭配daily podcast 新闻 那也有的人是下班的时候通勤搭配daily podcast 新闻 配吃饭这样吃得下吗 嗯 我也很怀疑 我有看到孩子说他吃午饭还在一边打电动 那还一边听daily podcast 新闻 哇 很忙耶 对啊 这个行程有点满 是 那无论你在任何的时候收听 我们都祝福你平安又愉快 好 今天5号我们来更新几则重大的国际新闻 首先前面两条我会来谈一下跟记者有关的两则新闻 那最后我们来会补充关于伊朗的一些事情 好 那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先看菲律宾的记者 那菲律宾现在已经由小马克市当选了 好 但是呢 现在呢就传出说 在10月3号星期一的晚上 有一位电台的评论员 或者我们讲电台的新闻工作者 他现年是63岁 叫做马巴萨 他在10月3号星期一晚间呢 在马尼拉这边哦 在一个住宅区的门口 然后遭到两名歹徒直接开枪射杀 那马巴萨就过世了 那这件事情初步的调查认为说 有可能是遭到人家恶意的刺杀的 那中间呢就有一些关于 像是无国界记者组织 或者菲律宾的一些记者团体哦 就有严正的表达对这件事情的关切 那尤其在第菲律宾的一些讨论里面 就有指称哦 因为马巴萨过去在 不管是他在电台 还是在他的个人YouTube频道 都对于像是先前的前任政府 杜特蒂 那还有现在的小马可市 都是抱持非常多政治上的批判 还有批评哦 那所以这件事情也被指向说是 跟小马可市 可能是有一些关系的 当然他没有一个直接的证据 但是呢无论如何 可能现在在菲律宾里面的讨论里面 就会讲 他这个政治的环境越来越肃杀 那对于新闻工作者 对于记者的人身安全 都有造成了很多威胁哦 那根据当地新闻的一些报道 有讲到 问到这个玛丽拉的警察 那有发布了一些声明 就说目前当地警察呢 是没有排除不排除整个枪杀事件 的确是跟被害者马巴萨 他的媒体工作是有直接的相关 目前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那无国界记者组织呢 在这边也有同时公布一个数据 就说在过去35年来呢 菲律宾已经至少有187名记者被杀害 那光是在2009年最严重的一次 最密集的一次是2009年呢 就有32个人上身 那在上个月9月份的时候 菲律宾也有另一个电台的记者 叫做布朗科 那他也是被人家刺杀身亡 好那另一个我们来看一下俄罗斯 大家应该还有印象 在俄罗斯宣布对乌克兰开战 来侵略乌克兰之后没有多久 在今年的3月14号 那本来呢在俄罗斯的电视台 有一位所谓的造反的编辑 叫做玛丽娜欧维斯扬尼科娃 那他在电视节目上面呢 就有举大字报 说你现在收看的全是谎言 那是今年3月14号发生的事情 他隔天3月15号的时候 他就有被抓捕 那虽然有短暂的被释放 不过后来呢 大家很多人就来讨论说 那这个所谓造反的新闻编辑 后来去了哪里 好那在今年7月中的时候 他本人还算是安全 不过他也有跑去克里姆林宫的附近 那一个人呢就举牌抗议 他就海报上面就写说 普丁是杀人犯 那当然他后来也是被抓捕了 那被抓捕之后呢 他并不是被关到金鱼里面 而是软禁在家里 时间大约是从今年的8月 然后一直要到10月 预定是要到10月中的时候 那才会再做进一步的审判 那根据俄罗斯官方的说法呢 当初把他软禁的理由是说 他呢在散布一些跟俄国有关的 这个假讯息 那所以用这个罪名来把他软禁 那如果假设这个罪名成立的话 至少会判10年到15年以上 那就在上个星期9月底的时候呢 那就有传出说 他本人现在已经不知去向 那有一个说法是 他带着两个孩子就离开了家中 换句话说 他自行脱离了软禁的状态 那到底人现在目前是人在俄罗斯吗 还是说他已经逃到俄罗斯以外的国家了 那这个目前是不晓得的 那所以在这两天的新闻里面 那不管是俄罗斯传出的消息 或者其他俄罗斯境外媒体的报道 目前已经知道是说 可能他已经离开了 这个至少是离开软禁状态 但是去了哪里 目前是不晓得的 好那以上是两则跟新闻工作者有关的新闻 那下面一则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前也有多次跟大家讲过 在伊朗 因为阿米尼的事件引发了一连串的抗争 那这个抗争目前仍然在扩大当中 这场活动呢 发展到现在 其实已经超过三个星期了 那伊朗政府这段时间 他们都以暴力的镇压来处理 这些示威的民众 所以反而更激起了民众的愤怒 那这场运动目前还在持续的扩大当中 那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呢 在最近也开始发起 或是选择加入示威行动了 像是在上个周末 伊朗有名的谢里夫理 伊朗有名的谢里夫理工大学 就发生了一场警方血腥震报的场面 那当场的那个抗议学生 他就说当时现场充满着枪声跟尖叫声 那也有募集学生说 当时在现场是充满着枪声跟尖叫声的 那也有同学在混乱之中 被警察强制的套上黑色的头罩 然后被带走 那也有募集者说 当时有不少的教授 从大楼里面冲出来 想要救那些要被带走的学生 进而发生了严重的肢体冲突 那不只是大学生 在上个礼拜天也有一名17岁的少女妮卡 她在参加抗议活动之后 也被警察逮捕拘留 然后在10天之后死在拘留中心里面 那这也让很多愤怒的高中生 最后都选择加入了抗议的行动 最近也流传了一些高中生抗议行动的照片 例如说有一张照片里面 就有一群女学生 她们在教室里面全部脱下头巾 然后抱在一起 面对黑板上抗议的标语 她们用这个画面来象征女孩们的团结 那另外也有一张照片 是一群女同学 她们对着伊朗总统的照片 比终止的画面 来展示她们对国家领导者的不满 那这场抗争里面 也有艺术家在发表作品之后 被警方带走 例如说在9月底 就有一位知名的伊朗歌手哈吉普尔 她发表了一首歌曲叫做Baloe 那用中文翻译的意思就是为了 那歌词里面也用这个字为了 作为很多句子的开头 例如说其中有一段就唱着 为了在街道上自由跳舞 为了亲吻爱人 为了我的姐妹 你的姐妹 也为了我们的姐妹 那这首歌除了在凸显女性在这场示威活动里面的重要性 它也描述了伊朗人长期以来在贫穷还有压迫 跟性别不平等的这个社会下生活的这种痛苦 那因为歌词引发了非常多伊朗人的共感 所以发表之后也马上变成示威的代表歌曲 那我们可以在各地的抗议行动里面看到 很多群众都在抗议中大声地合唱这首歌 那哈吉普尔他在发表这首歌曲之后 也立刻被警方逮捕 那这首歌也立刻被下架 但即使是这样 也阻止不了民众在抗议行动中大声传唱这首歌曲 那最后我们来看看一篇华尔街日报的一篇分析 这篇分析他就是用中产阶级跟经济的角度 来看这个事件 这篇报导就说伊朗的中产阶级 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 一直都是保持着经济稳定的一种重要的力量 那甚至中产阶级的人口 曾经达到了伊朗总人口的60%这么多 但是现在中产阶级的人口 不但萎缩到总人口一半以下 那目前全球也正在面临很严重的通膨压力的困境 那还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伊朗人是活在贫穷的困境之中 那也就是说 阿米尼事件让伊朗人对于常年经济的不满 还有对专制统治的愤怒 透过这个阿米尼的事件一次的来爆发 那也让这场抗议行动变成了一种全民反专制的大型抗争 好那以上是今天的Daily Podcast新闻 那有关于阿米尼的系列报导呢 我们先前在网站上面也做了一个报导 那后面还会有后续关于像是歌曲的 那以及可能在新闻进度上面 我们也抽出几个议题来做讨论 那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专家国际的网站 好那节目的最后来稍微聊一下 这两天发现一件事情 我注意到有一个VTuber VTuber就是虚拟的YouTuber 我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可以 VTuber 好那刚好最近注意到有一个VTuber好像在看收听转角国际 对有点害羞 对啊 那听了之后 我就有朋友 不是朋友 就有读者来争相告知有这么一回事 那我就很好奇 那我虽然没有长期在看VTuber 就是偶尔会去看一下 那我就听了这位台湾的原生的VTuber 我可以讲他的名字吗 可以啊 宅宅军团长 说听到这个名字就觉得还蛮可爱的 对 然后我大概有听了一下 然后就我很在意就是 听说我讨论到整个国际 对 他有提到我们有一篇有关上海歌喉案的新闻 对就是上周的重磅广播嘛 对啊 然后他说除了我以外的这个编辑们声音听起来都非常年轻 也确实啊 对啊 你们都是年轻很年轻 但什么意思 你意思说七号的声音听起来不年轻吗 我真的很多读者或听友都说我声音听起来中年大叔 什么肥宅大叔啊都有 我心里想我这样啊 没有其实七号本人是非常非常非常帅的 最好 我就知道你现在想讲什么 因为七号 你又想讲什么 因为七号最近就一直在跟我们洗脑说 我很酷 好 不过这边要澄清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那时候聊到说 关于很变这个 那我发现因为你们在 你跟会议在daily上面有聊到这事情嘛 就造成了一个说一个假资讯它在扩散 你知道吗 很多人误会那天的事情的原始的真面目真相是什么 那你要跟大家再解释一次 好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七号会在台北大学找一个大学生 跟他说 请问你们最双的社团是什么 并不是因为我要拉近跟大学生的距离 哦 现在已经演变成这样了 是不是 不是 我跟人家说 那天的事实的还原是 我跟慧姨还有慧姨说 我们要来猜拳 输的人呢 去跟一个大学生说 请问你们最双的社团是什么 那因为故意说出双这个字 来造成自己很老的错觉 哦 原来是这样子啊 对对对对 可是我怎么不记得有猜拳的事情 因为你们不想猜 就最后说那就我去 其实你心里很想要讲吧 对 然后我就去了 所以我就问了那个 那个邀请的大学生说 请问你们最双的社团是什么 我永远都记得那两位大学生 听到这个字之后的胡怡的表情 对 这一点是我当场是我自己也蛮意外 没想到双这个词 已经这个正式的走入历史 嗯哼 你现在带起一个新的风潮 对 就是说让双这个词 它稍微复活一下 那它就变成一个 诶 新的潮流 好 那双就是这个不一样 不一样 双 双 双 你上次在买 B-I-A-N-G 对 双 你上次在买饮料的时候 还忍不住跟店员说 你们的饮料蛮双 你不要再否认你很喜欢讲这句话的这种热情 毕竟我也是个新兴人类 只要我喜欢 有什么不可以 好 感谢大家收听 我是编辑七号 我是编辑木仪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 感谢你的收听 如果想知道更多资讯 请上网搜寻 优电Global 转角国际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